製了這麼16年的水 結果 颱風一來就破功 是這個 到底是因為天災太嚴重 神明來都難救 還是因為這一千億打水漂 要五毛給一塊 屏東 台南 高雄 什麼派哥西瓜也會贏 派哥西瓜也會贏 黃潔真的很好運 就是因為 趙天麟 一身 綠色是可以原料的顏色 綠色是可以健忘的顏色 綠色是可以濕製的顏色 那不是抗中保台嗎 啊 我很懶得罵這個事情 為什麼 你到底是因為天災的原因呢 還是因為 拿了一千多億去治水 治了這麼多年 從馬英九 一直到蔡英文 治了這麼16年的水 結果 颱風一來就破功 是這個 到底是因為天災太嚴重 降雨量超級大 無論是神明來都難救 還是因為這一千億打水漂 你建了一堆設備 它的功用 沒有很好 我甚至還有聽到別的爭論節目 在講說要五毛給一塊 也就是說高雄的 譬如講啦 這個兩億就可以做好了 高雄要五億才能做好 我內有看到一個爭論節目 反正這種東西就是藍的一直去K綠的嘛 那 南部是民進黨的大票倉 你沒聽錯這三個地方 平東 台南 高雄 派哥西瓜也會贏 派哥西瓜也會贏 那你看黃捷 你看這一次南部的立委 巴西還是巴西啊 在南部只要在台南 在高雄 基本上你只要爭取到 其實黃捷真的很好運 他這一輩子應該沒有機會做立法委員 沒有那麼早啦 至少 還要再十年二十年吧 看等他老了 就是因為 趙天麟 舌頭一伸 XXX 沒辦法 沒辦法 跟他來頂替他嘛 大家也不在乎 趙天麟的接班人 高雄人還是很支持 那A區啦 趙天麟那時候也有陪他掃啊 聽說啦 趙天麟不選嘛 但是這是我的接班人 大家也不在乎 放不放不進去中共的XXX 大家也不在乎 這個舌頭是不是舔中 接班人馬上一接就上 所以綠色是可以原料的顏色 綠色是可以健忘的顏色 綠色是可以失智的顏色 那不是抗中保台嗎 他照中 照當 你們在那邊罵要死嗎 黃潔在哪裡 人家臉書 嗨得要死 多少高雄人說辛苦了 多少他的粉絲 跑過去說你辛苦 我也不知道那辛苦從哪裡來的 一堆人跑過去說你辛苦了 黃潔辛苦了 那也沒辦法 所以為什麼 你說賴清德在南部又道歉 他不只道歉 他下去就大傻幣 這個要給錢 那個要給錢 那個也補償 這個也補償 農業損失補償 不夠的來貸款 喔 這個東西 就是 你說不補嗎 這些老百姓這麼可憐 淹水的淹水 淹水不用錢修啊 家具都 你去看那個新聞 那個高雄人 可憐欸 都在丟垃圾 滿街道都是垃圾 都泡水的家具 都要丟掉 那多少錢啊 已經問兩天了 Where are you 黃潔如果真的出國去玩 你就大大方方的講就好了 不需要去 呃 說謊 甚至是道徒 做這些事情 然後混淆是非 一點都不關心 高雄的市民朋友 在這次颱風所遭遇到的 種種的這樣的一些困境 他他心中只想怎麼樣 他只想用他的這些 混淆是非的言論 來向民進黨輸成而已 他不過就是民進黨的一個 看門犬 我想黃潔最過意不去的 應該是自己的大稿失蹤 沒有替陳其邁的治水無能 轉移到焦點吧 從你回台灣之後 只是不斷的在擺拍 錄影 PO文 連跟高雄人道歉 都這麼的先不甘情不願 奉勸黃潔 不要在高雄人面前演戲 他不只沒有向選民報告去上 還仕途掩飾 還道徒說謊弱秀 黃潔身為公眾人物 你應該要有的基本責任感 跟羞恥心都沒有 遮遮掩掩被抓包 道歉 不甘願還牽托別人 現在發現的負面的輿論 如潮水湧來 他才在講說 對選民過意不去 應該要過意不去的是 那些被你欺騙感情的選民 小編跟助理辛苦了 不要隨便酸別人回力標 很快會打到自己 出國好玩嗎 回選區協助開鎖 沒被鎖在茶水間就可以放心 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演戲中 宇宙無敵霹靂厲害啊 他不在乎嘛 Right 所以 對不對 人家只要在那個區 時間到了 他還是會連任 所以 他根本就沒有在屌你們的啦 只是說最近是說要霸他啦 那我不知道霸了霸的成就 我就不知道 他們還在玩這一套 好不好 大家都誇他這樣子 大家都說他好棒喔 然後站很高這樣 就是真的是 民間黨的人真的是喔 誰被當 牆頭鳥的時候 你看他三立TVP 東森的節目的這些名嘴在罵黃潔 他們綠的支持的就蠻團體的 說實在話 就整群跑去黃潔那邊安慰他 那其實這就是他要的 你們這些不會支持我的人本來就不會支持啊 可是綠40% 欸綠40%也有500多萬人欸 500多萬人支持我就好啦 我就要演給這些人看 我就要給我的 我是演給我的 綠的人看的 至於說外面 所以他沒有在屌你的啊 先有黃潔的標準 來喔 你說 都必須要在 那為什麼會找不到你 為什麼你的 手機打了之後呢 是轉語音信箱 包含我剛剛講的喔 高雄美術館 那一帶的地方 變成了黃河 然後呢 包含了高雄的新建大樓 與灌煞地下室 非常多的住戶 在那邊擋著那些水 那個影片 那個都是在 黃潔你的選區欸 還有我剛剛播的那個影片 我的堂弟他所住的地方 就是在高雄古山區 在漢神巨蛋的附近 所以這些都是黃潔你的選區欸 哈囉 你這種災害發生的時候 你人在哪裡啊 以前有一句 快智人口的一個廣告詞 叫做只有遠傳沒有距離 可是 對於在高雄的區域立委 黃潔 黃大立委來說 我覺得對他來講 就只有 只有擋船 然後沒有距離欸 因為他是一個可以為了擋 一大清早凌晨4點 就可以去到立法院 敲開門的立委 他 他可以跑去那邊 然後一大早的時候 然後呢 甚至他可以跟他同黨的立委 中嘉賓 一起擠在 窩在那個 非常狹小的茶水間當中 然後呢 是一個非常讓人覺得 有點害羞 有點尷尬的一個距離 這讓人想到就是 就是 都會覺得有點點紅 這你們兩個就是孤男寡女的 就在一個茶水間當中待這麼久 然後別人再怎麼站門都不用出來 那真的是很奇怪 但是呢 現在正在發生 颱風災情當中 說實在話啦 大家眼睛都看到新聞在講啊 高雄就是淹得亂七八糟 整個高雄幾乎都快變成了陳其邁的敘紅池 然後呢 我們的災民呢 不但沒有在凌晨4點的時候看到黃傑出來 看到一個號稱很認真 我們在凌晨4點的時候 Coby凌晨4點出來練球 然後呢 我們的黃大力也是可以在凌晨4點的時候 衝去立法院 敲開門 非法敲開門 然後呢 就說要去攻佔主席台 我們在這種時候就沒有看到 沒有任何一個災民 沒有一雙眼睛 看到黃傑可以在一大清早的時候 就立刻輸來 非常認真的上班 他一直都是不見人影 然後呢 打手機給他 全部都是在轉雲音信箱 完全沒有人接 真的是讓人不禁會懷疑說 黃傑你是不是真的放暑假 你出國去了 我必須那個人 我們去吧 我讓你開門 有名店 在家裡 但是你已經說了 我沒有的 我來看 你也是 我來看